我们整体可以看到广东啊 整个彩礼来说 应该说是非常少的 可能也就是几万块钱 甚至有些女方只是象征性的 收几千 几百块钱 都是讨个好一头 用广东话来说就是 就是他讲的是一个心意 他更注重的是亲朋戚友 跟大家一同这种享受这种愉悦 这种欢喜的这种氛围 比如说他们在 这些亲朋戚友来参加这个婚宴 这个男方女方 他们就会把那个红包 撕一个脚就还回给你 他们都不收 他们只收这种心意 这个呢应该说就是 广东的一个岭南文化的这种体现 因为广东岭南文化 是这个农耕文明跟海洋文明 这种交融而成 因为广东人呢 长期在外营生 就是除外做生意啊 打工啊 创业 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 这种务实 开放 包容 同时呢 由于广东的这种 农耕文化的这种特性 他们也更注重这种仪式感 所以它既有这种传统性 又有这种开放的意思 所以这些东西的沉淀下来 所以广东人很注重这些仪式 有这种仪式感应该是 所以来自来的仪式感应该是